你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始終廣交所前段時間 也累計了比較明顯的升幅 今天來說 也有一個比較強力的反彈 跟大利市一樣 也是第一天的反彈 我對於港股今年的看法 仍然比較正面 同時IPO市場 我相信也會有一些更多的因素 包括一些特專科技企業 包括FINIT的上市制度 甚至雙幣人民幣 雙幣的新股發行 我相信這些對於廣交所 會是一個額外提振作用 所以買港股市場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即是現在330元這些位置可以的 因為我相信市場 去到2088點 有機會先回一回 所以對於港股市場來說 不妨讓它出現少許回調才再買 我覺得320元附近 325元 我覺得也比330元好買 好的 下一位就問968 順義光能 他說10元有貨 他說今天帶上來 是否要先走了 首先呢 即是現在虧一點點 順義光能剛剛公佈了業績 相對就比較令市場失望一點點 同時光復這個行業 有利好因素的 始終上游的情況 是價格有所改善 10元成本價也有少許水位 但我覺得以現在股價來說 或者是股值 其實都是屬於近年 一個比較偏低的水平 我覺得如果是現在再去走 我覺得有少許低位走了的感覺 我寧願在最近在這些位置 有沒有機會可以形成一個雙底或三底 然後再向上升 同時968的股價表現 活躍性比較高 如果它真的一個反彈的話 其實上回10元 我覺得機會也不少 所以 先開一開 可以再開一開 看看有沒有機會上回10元附近 明白 接著下一位就問 甚至是豪島股金沙中國的1928 他就說有沒有機會破頂 即是說之前的高位 大概是一個五毛半 他就有沒有機會升穿這個位 看你的持有期 打算持有多久 我自己相信 整個2023年剛才看到 我覺得豪島股看法仍然比較正面 對於今年已經形成一個高位 我覺得未必是全年高位 所以對於1928來說 我相信在未來一個時間裏 都仍然會受到它股值的收復所帶動 所以今年往後時間 我相信仍然有機會創下一個近境的新高 我覺得仍然有機會在 明白 接著有讀者問兩隻股份 即是內雪的茶 一隻長飛剛才 不如我們說一下內雪的茶 就是2150 他就問買不買得過 或者多少錢可以買呢 2150 2150雖然都是一個內需概念股 亦都是受為疫情的放鬆 正如剛才所說 我相信短年的年份 即是2023年 可能在業績 仍然會有幫助作用 但如果說長遠的營運來說 始終內雪的茶 本身在成本方面 人工和原材料佔比太高 似乎是有三種的 這個年齡的比喻 都不得了 這裏的活動 要是有三種受騙 也就是有五種受騙 更有三種受騙 但是我還只能動 但是我沒有受騙 另外它可是 搭檢查 我們要求 有三種受騙 而조림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